嘉义县布袋有一间特别的烘焙房 郭明昌蔡孟芬夫妻 主打将在地的食材跟面包结合 例如盐花奶油卷 湿木鱼丸面包 此外他们使用在地品质优良的乌鱼籽 取代了蛋黄酥内的咸鸭蛋 研发出了无精酥 不只为烘焙房打出名声 更让两人感受到回家创业的价值 郭明昌说 把每一颗面包做好 就是他要做一辈子的事 烤盘上排列整齐 金黄色外表撒着雪白色的烟花 这是一间为在嘉义县布袋的烘焙方 所推出的招牌烟花奶油卷 郭明昌将一大早就准备好的面团 擀成长条状手法细致 抹上两种不同的奶油 再加入烟花奶油卷的灵魂食材 在地出产的双眼 轻轻捏起一小撮盐 全凭经验及手感 再将面团卷起 这款盐花奶油卷 是郭明昌及蔡孟芬 回到嘉义创业后 第一个结合在地食材 并打响名号的产品 五年前吧 那时候想说要回乡这样 那刚好遇见那个陈奥迅师傅 那就是有跟他做一些交流这样 那师傅那时候就建议我说 可以运用一些在地的食材 业界大师的一句话敲醒梦中人 郭明昌回家后立刻买了一包双眼尝试 反复研发调整配方 最后决定在面包里使用双眼 进烤炉前再撒上盐花 让风味层次更多变 至今创业五年 盐花奶油卷仍然是他们最受欢迎的品项之一 郭明昌与蔡孟芬是国中同学 高中后纷纷离开家乡念书及工作 后来两人都落脚台南 蔡孟芬做药局助理 郭明昌白天在烘焙工厂工作 晚上与朋友一同创业烘焙工作室 钻研做可颂 我还没有跟他见面之前 我已经知道他在台南做面包 然后我就是在FB看到他跟他朋友 在做那个草莓可颂 然后很漂亮我就说 哦 这是认识的人做的 所以我就跑去跟他捧场 两个离乡人在异乡重新认识 并交往结婚 后来因为郭明昌的父亲身体不好 让他产生了想要返乡的念头 刚开始他这样讲的时候 我脑袋就想说 就是既然他肯 就是他想要回来家乡 那我也觉得也好 因为其实我们也真的 离开家乡十几年 对 然后没有回到这边 觉得可以一起回来这边 就是打拼 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因为盐花奶油卷的成功 他们开始寻找更多 能够与面包结合的在地食材 例如这一款 虱目鱼丸面包 将虱目鱼丸切成小块 加入自制的糖渍漫月梅 加以布袋的养殖业盛行 虱目鱼丸更是加以海口人的 日常零嘴 有一次我们做完之后 我们自己吃就惊艳 我想说哇 这东西怎么可以 这个鱼碗这样的东西 搭配在面包里面 怎么吃起来口感这么的融合 面包表面裹上虱目鱼松 咸甜搭配的滋味令人回味再三 寻找与面包结合的在地食材 这个过程对郭明昌来说 不只让外地人透过烘焙认识嘉义 也让自己重新认识家乡 一来就是 其实我说我从很小的年纪 我就离开这边 其实我对这边也不是很熟 所以我就透过这个动作 然后其实又跟大家开始热络认识 如果能够让其他外地的人 然后因为我的烘焙产品 那他可以更了解我们这边 我觉得这也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现在每周四天会到不同的夜市 摆摊卖面包 累积了很多回头客 然而五年前第一次去摆摊 郭明昌只卖出了三十颗面包 而真正让夫妻俩觉得熬过辛苦的草创期 开始有成就感的 其实是这一款将乌鱼籽与蛋黄酥结合的乌金酥 这是我们制作乌金酥里面所使用的乌鱼籽 那它是用我们布袋非常有名的兄弟所养殖的 琥珀色饱满的乌鱼籽来自在地的养殖达人 仔细切快称重 取代一般蛋黄酥会使用的鸭蛋 与红豆馅一起包进有酥有皮 我觉得最有自信的是我从做乌金酥开始 真的 对我来说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真的在制作过程中 一直在突破 就是一直在找出它有哪一个地方 可以再更好更好 创业做烘焙对于蔡孟芬来说是人生大转弯 而乌金酥推出后广受好评 每到中秋节更是熬夜接单制作 让她找到了对烘焙的信心 希望在经过她的每一次每一次的调整 可以让她吃起来更像鸭蛋一样 对所以一口咬下去就可以整个这样融合 然后再加上我是布袋女儿 所以我希望整颗真的是 就是布袋人的骄傲 忙了一整天才将越三百颗面包一一包装好 上车出发去惊天摆摊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台南的雪甲区 那这边算是雪甲的天人夜市 那这里我们来大概五年了 就是从返乡的时候我们就来这边 黄昏戏照下的夜市十分热闹 还没有天黑已经有不少的人潮 才刚刚摆好 就陆续有熟客上门买面包 姐的 我妈的 还有我的 我的这个 很香就是比较吃起来比较顺口一点 吃起来心情会很美丽 因为早餐吃早餐吃了就要心情很美丽 眼花奶油卷 我之前都会买十个 今天买比较少 对对对 今天买五个 口感会跟一般的传统面包会比较不一样 你会觉得它的东西还蛮用心的 食材有比较高级一点点 时常提醒自己就是 在做每一颗面包的心态 每一天都要一样 那我就想说 我一定要有办法把每一天 然后的每一颗面包的状态都做得很好 把每一颗面包都做好 然后做一辈子就这样 从在地风土孕育出来的食材中获得灵感 郭明昌与蔡孟芬做出一颗颗 充满海味的美味面包 要将加以海鲜的风味 介绍给更多人认识